再次跟大家道谢 陈时中代表民进党 征战台北市长落败 由竞选主委陈建仁 陪同车队扫街谢票 扫街跟大家谢谢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台北应该 往这团结合作前进 拿下43万多票 得票率31% 陈时中顶着防疫光环 走入选举战场 不敌高仇恨值 变成遍体鳞伤的败将 陈时中的下一步 何去何从 先沉淀一下 再思考一下 以武党籍参选 同样败政的黄珊珊 也展开谢票 尽管以25%的得票率 34万多票 守住民众党基本盘 还是没能成功接班 有可能去中正万华 什么东西 先谢票再说吧 大家都急着帮我找工作 都很好 对我来说 每一件事情都是人生的功课 然后这是选民的选择 但是我们已经进了最大的努力 要不要投入中正万华立委 未来规划都要思考 虽然黄珊珊去年5月起 在万华建立起防疫情感 但最终蒋万安还是夺下近四成得票 黄珊珊只拿下2.4万2成5的得票率 还输给陈时中 难道是受奖万安平打 陈时中防疫影响 各位我跑万华不是因为我要选举 我跑万华那是我的职责 对民众对我的肯定 已经是非常高 但是我还是讲 因为这次很多人很害怕 这个害怕超越了他们对黄珊珊的肯定 这个我都理解 所以我不会去责怪任何人 首都胜负已定黄珊珊 陈时中的政治路都需要时间 才能知道该怎么走 TVBS新闻 朱光宏 刘玉俊 李平 邱婉柔 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